嘉义有一名成姓议员不但利用职务之便在云家地区经营迁堵地下钱庄和暴力讨债 有些被害人害怕到警察局寻求保护 这议员还会带着小弟把警局团团包围形势相当嚣张 甚至还有不少人被庞大的债务逼得走上绝路 这议员办公室就是涉嫌在云家地区经营迁堵和地下钱庄的成姓议员 不但涉及了毒品和多起放高利贷案件 甚至还逼得没钱偿还的被害者走上绝路 虽然石口否认自己有犯案 但是根据警方调查 陈信议员不但会指挥小弟暴力讨债 更传出他和被害人因为债务发生纠纷 对方因为害怕跑到警察局里 没想到陈信议员不但不躲避 还率领大批不法分子包围警局 警方更表示当时陈信议员听到检方要来搜索 还急忙传简讯叫手下快逃因此不排除会有串正的情形 随后带回相关人士侦办 并且不排除会将陈信议员收押